好,我们来看下这个10.3的练习,第一题,一字A481,B436,然后P内分AB3比2,请问P点Z的坐标 所以我们的这一题的做法呢,我们先换一条直线,A481,B436,P点内分AB3比2,代表P去A是3,P去B是2,正如这个图 这个P点怎么找呢?我们看一下X的,它应该是3乘3加上2乘8再除以5,3乘3加上2乘8再除以2加3 OK,再看一下Y的,应该是2乘1加上3乘6,也是除以5,2乘1加上3乘6再除以2加3,8216啦,33得9啦,再除以5啦,212,6,3,18,18,然后再除以5 16加9,25,25除以5等于5,然后18加2等于20,20除以5就等于4,所以这个P点呢,是54 P点是54,P点是54,P点点P的坐标54,正确很好 OK 再看第二题,以至三角形的三个点点,ABC分别是1-3,3-5,7,它要找三条边的终点 也就是说我们AB找终点,BC找终点,还有AC找终点 AB的终点呢,3加1除以2 3加1除以2,-3-5再除以2 我看不懂为什么这个有加1,然后还有那个-7出现 -2,这个是-2吧 不对啊,-3啊 反正这个不太对啦,应该是-3-5吧 应该是看错啦 -3,好像是做到-3加1 所以-2除以2等于-1,这样子 -3应该是-5,所以-8除以2等于-4 这题是这边有点看错啦 OK,BC呢是3-5 3-5,-2,-2除以2等于-1 -5加7,-5加7等于2,2除以2等于1 所以这个-1,1是对的 2-4才对 然后呢,再来看AC AC的终点是1-5除以2 1-5除以2 -4除以2 -2 alright AC是-5-7 -3-7等于4 4除以2等于2 所以这个终点是-22 就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做对 所以应该不是不会,只是可能看错而已啦 OK 再来看第三题 这个一条线段呢 还有两个端点 A跟B 分别是1-3 还有43 过后呢,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AB 分成三个等分 就这里应该要 补两个点,让它分成三个等分吧 所以你这样子来看 如果我要找X的时候 我应该用1比2 我要找Y的时候 我要用2比1 对不对 所以X呢 它是2乘以1等于2 1乘以4等于4 2加1 3 再分母 然后呢 2乘-3等于-6 1乘3等于3 OK 6除以3等于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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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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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点分别是2-1,还有3-1,很好,快很准 第四题,若一条线段,某一个段点是-1-2,终点是2-1,另外一端,假设是xy,那这题怎样做呢,我们用终点公式,这个2怎样找到呢,是x-1除以2得来的 x-1除以2等于2,224,4加1.5,我们就会得到x等于5,这个1怎样得来呢,1是y加2除以2,212,2减2等于0,y就会等于0,所以另外的这个端点呢,应该是50,50正确 第五题,一致A点是1-2,B点是-53,Q外分看到吗?Q外分AB2比1,也就是说他Q去A是2,Q去A是2,Q去B是1,然后他去B比较近一点,他应该是在B的这一赛来的 所以QB如果是1,QA如果是2,这样AB这一段就会是1啦,所以也就是1比1是我们的情形 终点嘛,那我们用终点公式啦,-5是等于x加1除以2,乘过去2呢,就等于-10,再减1等于-11 再来呢,3怎样得到Y-2除以2就会等于3,3-2得6再加2就会等于8 所以这个Q点呢,就会是-118啦,OK,正确啦 最好再写一步骤的就是Q是-118,重写给他啦,不过我相信你应该也都懂啦 OK,这一题有少许的难啦,它其实情形是这样的,我的P点是在-63,我的Q点是在93,它两点呢,经过这个Y轴相较于R,我们知道Y轴X等于0,至于它的Y是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不是重点,因为它要找PR比RQ 啊,PR比PQ哈,我们就假设PR是1,RQ是M,那你的Y呢,你不要管它,你就想说,哦,这个0怎样得到的啊,这个0其实是1乘9,再加M乘-6,就是-6M咯,再除以1加M,就会等于0,对吗?我们就会算到6M是等于9, M是等于2分之3,如果M是等于2分之3的话,它就会得到2比3,但是注意哈,它的2比3是PR比RQ,2比3,所以PR比PQ呢,就会是2比5,3加2比5,所以这题的答案呢,就会是2比5啦,OK? 2比5,就是这样啦,所以它的Y呢,你不用管它,再来这一题,它讲ABC,是平行RQ,你要注意哈,当它写ABC的时候啊,它是顺着10灯,它不会这样子ZickZack这样子来跳,所以这边,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看到你的C点标错了, C点一定要在B的旁边,C点一定要在B的旁边,这样怎么办呢? OK,我要重画啦,不好意思啦,你可以停坐啦,因为你的B点,你的C点标错了,C点一定要在这一边,ABCD它要顺正顺序的,所以C点是-19, OK?D点是-19,OK?D点是-19,OK?D点是-19,OK? OK?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课本上的那个,那个讨论题那边,它讲说,我给你3个点,它是平行4边形,我们想找这个D点呢? So,它的思路是这样子,我们要找ABC的中点,会同时ABC的中点会等于BED的中点,OK? 这33就错了,我先算一下 7减1等于6 不对哦 7减1等于6,6除以2是等于3哦 对哦 9减3是等于6,6除以3是3 你的终点是对的哦 所以你的图画错,但是你其实做对 怎么可能 我猜你不懂在哪里抄那个做答 7减1除以2 9减3除以2 所以终点是对的,33 所以这个终点 这样你可以继续做 所以你是图画错,但是你的做法还是对的 哎,对啊 11加x,看到吗 所以它是11加x除以2等于这个3 还有5加y除以2,所以你还是做错了 就是图画错的时候就会造成了你的一个 困乱的 OK,所以是 11加x除以2 326 6减11 等于一个-5吧 对吧,所以这个不是-3,这个应该是5 OK,5加y除以2等于3 5加y 5加y 326 6减5 就会等于1 所以这个D 所以这个D点 一几题 第七题 它终点在... 它有讲要找终点吗? 有哦 它要你找... 哦,因为它这里讲到明是AC的终点 所以你找到33是对的 所以你找到33是对的 不过找D点的时候呢 所以你的图画错 你还是弄错了 找D点的时候 我们要用BC的终点 等于这个33 所以这个D点找到... 看下啊 不对 还是不对 看下啊 你给我想一下 我到底还错 11加y 11加x除以2等于326 6减 -5 对对对 我对错答案 sorry -5e OK 第一点是-5e 对对对对 刚才看错答案了 OK 再来看第8题啦 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 A点是-6 11 B点是-75 是平行四边形 ABCD的两个顶点 然后呢 它讲说 对角线相较于9 6 请问CD 分别是多少 我们知道 AC的终点是M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9 怎样得到 x1-6 除以2等于9 9 2 18 18 18 再加6等于24 OK 11加y 不是减 不是减 是加呢 Y1加16 1 除以2等于6 6 212 12-11 就会是等于12-11 是等于1 哎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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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这个是-11 -11 你这个图画错 对 这是-11 叫你这里是对的 所以就是12加11 等于23 然后这里对 图错 看你的组织,变成我被误导了 OK,再来D2是X2Y2 然后它跟这个715的终点就在96 一样的做法,7加X2除以2等于9 928,18减7等于11 对啊,然后Y2加15除以2等于6 622,12减15就会等于-3 所以这个C点是2423,D点是11-3 这个图有点奇怪 这个图有点奇怪 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什么意思 我再稍微画一下那个图 主要你的图会有点奇怪 好像尺不达E这样子 你看它A点在820 我略略的话应该是在这一个项线 这里是8,这里是20 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714,下一点点 -7大概在这里啦,这个是B点 所以它问的是什么呢 它讲C点呢,我不知道C点在哪里 但是AC的话呢,的终点在X轴 BC的终点在Y轴 也就是说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AC的终点在X轴上 BC的终点在Y轴上 我们不管这个多少啦,这个是XY 我们只知道这个的话 X轴上的意思是Y等于0 Y轴上就是X等于0 好,然后B点是-714 A点是820 那这一题XY怎么找 我们看啊,AC的终点 我们用20加Y除以2等于0 看到OK吧 20加Y除以2等于0 Y就会等于-20 我们再看一下X轴 这个呢,X-7除以2等于0 X-7除以2等于0 X就会等于7 所以我们去找到C点啦 7 7,你看,果然它再回来一点 -20再很下去 所以跟我讲的一样啦 OK,就是我略略画啦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 它应该是在第4项线这一边 所以我没有看错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讲你的图乖乖 A点在这里,C点在上面 然后它的终点怎么在X呢 然后你这个明明-7 -7应该是在第二项线 你跟我画在第一项线 所以整个我看你的图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你不太理解那个题目 什么意思,对吧 连AC没有经过那个终点都不在X轴 BC的终点也不在Y轴 就是从图里面 其实看得出来你看不懂 但是我不晓得 为什么你还可以算得贵啦 可能你的学校老师有教过还是怎样 OK 我们做题来讲呢 我们一定要感受那个题目 要理解那个题目 今天这一题你老师讨论过 你可能知道那个做法 但是你不理解那个题目长怎么样 以后老师没有讨论过的题目 你就不会做了 所以一定要理解那个题目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解 对吗 你如果 你都不懂它的图长怎么样 你都不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解 这样子的意思吧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个什么 这个是可以讲的 0 2 3 4 5 感谢观看